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自于这个事情 叫土耳其银郎 OK 那么惊恐收押 那么这个 我想它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有偷拍的部分 否则这个在法律上你如果没有人追究它 是男欢女爱的话搞不好也很难成立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讲 我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个里面来讲 不管说当事人觉得该不该 要不要被拍 我觉得拍这个东西你就要保护好女孩子 这个事情你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嘛 对 这不是说你拍了以后人家两情相悦 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他只是说看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其实这样的现象可能 还是蛮普遍的情形 那为什么台湾的男人会在网路上引发 这么多的愤怒 因为 不是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情结啦 我觉得是一个民主的情结啦 就是说 我是觉得说我可能是一个个人 对国家民主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人 就总是觉得说这个世界上 因为 因为以我的经验里面 我的认知里面 只要跟民主国家有关系的 都会产生对立而没有产生和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地球嘛 就是大家做一个地球人 大家那个欣赏不同 接着我们讨论台湾的男生有多愤怒 真的是在网路上那个愤怒是非常 小熊非常强烈对不对 骂死了 然后呢就说为什么凭什么 为什么台湾女生这么的 这个对外国人这么的开放 对不对 对本国人却这么的保守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位他爸爸是土耳其人 妈妈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现在是国籍式土耳其人 那家里其实是还蛮富有 所以他来读淡江大学 他来台湾五年 他是开BMW 335i 是非常好的车 那这就更增加他的条件 那他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去指控他性侵 跟他认识才一下下就把他带去他的住处 要强暴他 那因为性侵属于公诉罪 所以警察就查了 查了以后去他的住处呢 就发现了他有 常有跟29个女生的性爱的录影带 他拍的 那现在呢 被怀疑他偷拍 如果他偷拍的话就犯罪了 性侵也是犯罪 那可是他否认 他说其实是两厢情愿 所以现在这个是不是收押不晓得 那可是呢 他在警方这个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其实来五年 他已经这个跟五百个台湾的女生睡过了 那他希望成为千人斩 千人斩就希望睡一千个女生 那大家很好奇的就是说 台湾的男生有时候要斩两个人都不容易 怎么有办法五年斩五百个 那讲实在话 他长得还不错 你那个什么态度啊 不会不会说特别帅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帅吗 没有我都看 对啊 没有特别帅 没有特别帅都长五百个啦 特别帅还不得了 不是我们看法跟台湾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 假设台湾人这边看我们 跟我们看台湾人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 其实能长五百个跟帅外表没有关系啦 没有那么大啦 就像我很多男性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会把马子啊 可是他们说怎么把 很会把马子的人 条件不一定是最好的 可能又矮又 因为长得 你现在讲的就是说 把马子的技巧 手段要手段 还有那种魅力 还有那种企图心 有可能 就是你想增幅五百个跟你讲 在某某等老天爷送给你 跟那心态不一样啦 对 那因为他自己有讲 他说他上电视节目 台湾的电视节目录影的时候 26个男女生 有22个女生选他 这就不得了了吧 好 那是不是他个人魅力 还是说台湾的女生有这个重洋 应该是其他的选择吧 就是除了选 对选择 对选择 因为我不太熟悉那个节目 是只有他一个人 还是很多个人里面选 可以互选啦 很多个男生里面选 我不晓得他这样讲 但是可能是其他的男生 太不起眼啦 不晓得 不晓得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选择 就是说白人的男生 在台湾真的很受女生欢迎吗 就是基本来讲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在美国 如果你去一个bar 或者是club 然后一个法国人 或者一个英国人 抛进来 我觉得全部的美国女生 都会觉得 哇 他的口音 好可爱喔 好帅喔 怎样 因为他是外国人 所以他会特别受欢迎 有 美国人的电影 也通过美国女生的玩笑 听到对方只要是讲英国腔 他就全身软掉那样 还有人是听到俄文 俄国腔 法文 他就疯掉那样 那为什么你们听到 他们的腔调以后 就觉得他很有魅力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 也许是因为他们不一样 所以 因为他们是一个 因为只有欧洲才有王子 还有机会成为王子 没有 还是有价值 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会觉得说 可能韩国人 可能现在比日本人 要有价值 就是如果韩国男生来讲 对很多女生来讲 那现在你有问过那些女生吗 为什么听到那个 那个British action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 get crazy 也许英国的口音 听起来就是比较高级 所以他们会觉得 哇他们很有 就就很高级 英国某个区域啦 英国也有某个区域 听了很道谈的口音 你copy一下 那个模仿一下 英国的口音 OK Introduce yourself Hello Use British action Hello I am Shane I come from England And I get all the women in America 就是比较做错 就是比较做错一点 就感觉比较做错一点 英国腔 Don't tell your mother 如果你碰到广东腔呢 You have nothing to be OK 所以你们对特别的腔调是有 觉得有魅力 如果是法国人 或是意大利人 我们都觉得 他们很浪漫 所以我觉得 都有这些刻板印象 我觉得是浪漫吧 如果美国女生在POP 遇到日本男人 跟台湾男人 她们会有兴趣吗 不太会吧 你要小心喔 男生就这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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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亚洲男生 不能吃全世界 可是欧洲男生 可以吃全世界 因为很多 因为刻板印象 都是比较高级的 因为在有一些国家 看到这种 就觉得是大陆 不会去分得很清楚 是日本人 台湾人 还是韩国人 他们就是觉得 总国人 像我们台湾看你也是觉得 你是美国人 对 很多人 一句我 你是美国人喔 我说没有 180多少 200多个国家 第一个就去美国 还有其他的国家 你可以去选嘛 对 所以应该是为了这个问题 分辨不出来 对 是 那这个 你在台湾 受女生欢迎的程度 可不可以讲一下 因为我有男婆 结婚啦 对 那你的朋友呢 朋友 我觉得她们 还蛮成功的 对啊 因为她们就去Club Clubbing或怎么样 她们真的 真的还蛮容易的 对 对 那那个容易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讲一些细节 她们就是不用 不用做什么 然后她们没有这样的特别帅 可是还是很多女生就是 很想跟她们在一起 我觉得很愿意 就one night stand 对啊 一夜情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是女生倒追就对了 对 我觉得不能讲说只是女生倒追 会不会现在女生 她也想要累积自己的experience 有些时候是这样 也有很多女生 她觉得她一定要八国联军过啊 也有这样子的女生啊 她有没有 我有认识一些朋友 她们可能就是 她的目标就是要收集各个国家 也有一些 然后有一些人也会觉得就是说 可能在台湾男生她们身上 可能得不到一些特别的感觉 那在一些外国男生来讲的话 可能会让她们觉得比较体贴 也有一些人是因为这样子 可不可以具体讲 她们要的是什么样 特别的感觉 是台湾男生没有办法给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在 因为外国男生通常 我说大部分啦 给女生的感觉 可能就是比较温柔 比较体贴 而且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的眼神都专注在我身上 那台湾男生的话 可能就是她们在行为表现上 没有那么样子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只是one night stand就可以有 这么强烈的感觉吗 你的眼神都在我身上 你的温柔体贴 只有one night 特点就是她们可以把one night stand 搞得好像跟你谈恋爱 真的 这个你碰过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 她们跟台湾男生one night stand 就是台湾男生要找one night stand的也很多 可是你就会觉得 那就是单纯一个性而已 会这样子 她们在感觉上的营造上 其实是有差别的 所以其实台湾男生在生计什么 这些女生在 搞不好在这个过程 这五百多个女生 在这个过程里面被服务得很好啊 是啊 是啊 一定是的 我跟你说 其实很多花花公子 我们讲说花花公子 其实我觉得很多花花公子 其实她有一个基本能力 大家是忽略到的 就是说其实她让很多人都满足 那有些人就是 她满足了很多人 还是她让很多人都满足 她就至少让她们都很开心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其实会这样的人 其实她有某部分 一定有某些优点 这优点不是跟什么 你们讲的长度跟能力 那个都没有关系 而是说 其实她就是比较细腻嘛 她比较在乎你的感受 所以你就会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 不然一般来 你说她刚才讲说台湾的男性 就是一边跟你约会 可能一边要忙公司 要讲一些别的干嘛 就是这个就是很 这次就会冷掉啊 那我们去休息 我们去休息一下 我们去休息一下 你们去休息一下 四面